杨丽县主南这一名郭姓男子日前开车返家途中 遭一名不认识的黎姓男子拦下 除了大声辱骂之外 还手持吕棒砸毁轿车 导致挡风玻璃碎裂 还好驾驶没有受伤 警方调查发现 黎姓男子只因为在工作中跟人发生了争执 喝醉酒之后 就持吕棒在路旁等待仇家 结果认错车 让无辜的驾驶饱受惊吓 开车开到一半 突然这名身穿橘色上衣的男子冲出马路 对着行径中的车辆坐势要挟 还走到车门旁吼叫怒骂 让车上的郭姓驾驶莫名其妙 这时候男子竟然变本加厉 拿起了铝棒重重敲打车辆 导致挡风玻璃当场碎裂 招持求棒的犯嫌 男车敲打挡风玻璃 造成被害人车辆受损后驾车逃逸 警方接过通报赶到现场时 行凶的嫌犯已经驾车逃逸 原警立刻以车追人 在三个小时之内约谈到41岁的理性嫌犯 他坦诚犯案 表示因为在工地和人发生纠纷 喝了酒之后越想越气 于是手持求棒在路旁等待仇家出现 没想到认错车找错人 闹成了一场乌龙 工作期间与他人发生嫌隙 怀恨持求棒在该处等候仇家出现 准备报复 为犯嫌误任被害人车辆 强行拦下施暴 警方依毁损恐吓以及强制罪等 将嫌犯含送法办 他还要赔偿无辜的被害驾驶 只是郭新驾驶光天化日之下 莫名其妙被拦路砸车 劫后余生受到的惊吓 到现在仍然留下阴影难以抚平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 莫名其妙被打托归